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浮相救了,我是小镇 茉莉花是少数在夏季扦插成活的花卉之一 而且因为它在夏季长势快 花朵开败一场之后就能给它修剪 修剪下来的枝条就可以扦插 所以想要让家里的茉莉花一盆变多盆的 可以趁夏季进行扦插 茉莉花扦插的枝条可以选择花朵刚刚开败的 本来这个茉莉花花朵开败之后就需要修剪 这样刚好一举两得 修剪的长度大概在8到10厘米左右 也就是两到三对叶子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珠形长度来决定 修剪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底部给它斜剪一个45度角 然后底部的这些叶片都给它修剪掉 一对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就可以了 叶片比较大的可以对半剪掉 减少蒸腾率 准备一个小花盆或者像这种一次性的杯子 底部呢要剪几个渗水孔 那往这个花盆里面呢 加一些疏松透气的土壤或者是滋石 珍珠岩一类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把土壤里面先给它浇一遍透水 把准备好的茉莉花枝条呢给它扦插进去 扦插的长度大约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扦插好之后呢再适当的给它喷雾 让枝条和这个土壤呢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扦插好之后呢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先缓描一周左右啊 然后呢给它移到一个散色光处养护 一般二十天左右就能生耕了 生耕之后呢再移栽成活率会更高 今天关于